不过谈完这个经济问题的时候 谈谈习近平吧 这个央视最近有一段 所谓这个时政为视频 提到了习近平到底是总书记 还是总书记还是人民的这个勤务员 这个人民的勤务员其实也不是现在提 这个去年前年好像也提过这个人民的勤务员 但是没有那么受到大家的关注 我记得我们讨论一下习近平70岁 刚刚过了生日 70岁生日这个到底跟人民的这个勤务员 到底又有什么样关系 国家教授你怎么样看待央视这一段短的视频 这应该就是搞个人崇拜 所谓勤务员 那么中共的这个几十年来都是讲 为人民服务 那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当然就是 理所当然的是勤务员 但现在特别强调 这个总书记也是勤务员 我想这是一以贯之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方式 就是把这个最高领导人乃至于重要的政府官员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为人民这个各种需求来提供满足 为人民面对的各种问题来提出解决的办法 那么更重要的是造福人民的幸福 我想这个是他一贯的宣传手法 我们当然不能够否认中共这个政权 它确确实实是很认真的为人民服务 但是同样认真的是为巩固这个政权来做方方面面的努力 那么所谓的这个政权的稳定 已经是被这个中共政府当作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政务来推动 所以现在这个无论是党权的不断的扣充 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而且呢就是对于各种稍微有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的因素 都极尽打压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为这个政权的稳定 在做一个这个铺石头 这个打基础这样的一个工作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对于任何的一个言论上面的一个限制 那么是三四十年来最严厉的一个阶段 最严厉的阶段是代表你这个政府 对于这个自己的信心是不够 而且是把更多的资源跟工作的重心转移到 这个政权稳定的维护来 维护上面来讲 所以你说这个是人民的勤务员 但是是不是也是这个政府 他的政权稳定的勤务员呢 而这样的勤务员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来讲 数量之大都是少有的 你比如说像美国政府 他有多少人民缴纳的钱 是放在为这个政权的稳定在服务的公教人员身上 这工作人员 我们看他的编制 也看不出有多少是为这个干活的 可是在中国大陆 为了政权稳定所干活的官员是非常非常多的 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他们 我们可以说他是人民的勤务员 那更可以说他们是政权稳定的勤务员 那么这个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 而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 这个圣平其实人民 在请教你 接着想请教圣平 人民的勤务员其实跟人民的公谱 其实这是同样意思 不过这个习近平在这个短视频里面 我看到了他提到的就是说 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努力的人 都是这个会常常提醒自己 约束自己 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你怎么看 接着陈教授的话 就是由政权稳定 如果这个政权不稳定的话 首先倒霉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就看看海外有多少总统 国内有多少人想抢习近平那个位置 你就知道了 这个政权不稳定 中国是有过很多教训的 那习近平这个人呢 他喜欢讲这个话 他从政定就开始讲起 我是勤务员 你要是翻译一下的话 你就打 我是人民勤务员这个 你在百度上一下 至少你可以找到十个 有时间有地点 不过这是他又说了一次而已 他从县长时就开始说这个话 从县委书记的时候 那他这个人呢 他上来以后 他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这些事情 你要换一个勤务员 他就不敢做 也做不了 他上来以后 他把那个周永康的石游戏 这里打掉了 那倒是平民出身的周永康 把令计划的呢 组织系统打掉了 然后把徐才厚 郭伯雄的军队系统 就他做了一切的动作 这些动作没有人想到他会做 如果真想到的话 大概他根本就上不来 把江泽民 曾庆红选了他 没想到呢 最后他把江泽民 曾庆红家族的 包括其他 那家族的 邓家的 吴小辉 把肖建华这些 三十年挤斩的家长全都 被他没收了 没收的钱到哪去了呢 没有到习家去 中国扶贫靠了什么钱 中国的环境治理靠了什么钱 这几年的折腾 他靠了什么资本 就从这每一家里面 达到那些钱 那个时候连最青年的 温家宝这种总理 他家族都可以搞一百七十个亿 平安公司保险 其他那些不青年的 你就想想他会怎么搞 就人们一句套话老实说呢 反腐的话 不反腐会亡国 反腐就亡党 他反了腐 又怎么样呢 没有亡国也没有亡党 他真玩 谁没想到他这样会玩 如果想到的话 谁 根本就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当然人们也会说了 说你在他那个地位上 谁干都可以 对不对 有那个地位吗 要抓谁就抓谁 其实未必那么容易 中南海都是人精子 这些人每个人 给身后加的保险 都不止一成 那习怎么在 没有视频了 习怎么在这个斗子中 把他们这些一个个干掉 没人去研究这个 相反呢 因为他整了这么多人 几十万个 进了监狱 大家就 变着方的骂他 什么习猪头啊 二百斤啊 存不可及啊 农真啊等等 他就就像那种村夫 农妇 扎个小人在那 一天到晚在那诅咒一样的 就诅咒是这种 失败者弱者的最后的武器 非常无聊的 你有本事你就跟他斗 对吧 我看连一个 敢去暗杀的好像都没有 也就是那 那种德行 就是没有 多想去研究他的这些事情 因为很多人呢 他们好日子呢 过完了 我记得十八大刚开完 李伟东当时在 给我读一个 就习的讲话 我们当时在旅馆里面去参加一个会 读完了以后呢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好日子过完了 要开始折腾了 那十八大刚完的时候 实际上十八大六中四中全会刚完 说是错了 就习跟胡温不一样 胡温这两个人 他们没有那个魄力去干这些事 但他们可能也不希望看到中国人的腐败 我相信温家宝家族那个事 他是不知情的 如果你去仔细去赌那个 我们说赌盘的话 但你不知情你的 直系亲属这样去做 你是不是有连带责任 薄熙来有连带责任进了监狱 我相信土开来杀人 薄熙来是不知道的 即使按照现在的审讯 他也是不知道的 但他照就是判了无期 就那个时候的中国 真的就是随时可能崩盘 就胡温这两个字 他们上来的国策叫做不折腾 当时我记得他第一次讲这个话的时候 那个英文翻译都不知道怎么翻 什么叫不折腾 最后好像翻成那个 就No Munking Around 翻成那个 就他们俩的名字 你把它拼写一下 也就是一个混字 胡温就一混 就混到哪天 到站了能下车就下车 下不了车这个车翻了 反正每家也都有每家该有的钱 可以到美国来做预工 可以到瑞士去提钱 也就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说习上来以后 没有毛泽东 很多事情不会发生 没有习近平 很多事情也不会发生 就骂他也好 赞他也好 都没有意义 就分析他 因为他是中国未来 就在他在任的时候 就中国向什么方向走 实际上就是要看他 就他的格局就中国的格局 他的limit就是中国的limit 就他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 就离不开他的 肯定你怎么看 我同意 陈先生刚才说 说搞情务员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搞个人崇拜 我是完全同意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下去的话 如果说公务员 他真的是公务员的话 那就相当于我们在西方的就是雇员 对吧 雇女 那如果是这样 那我就要提一个问题了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公务员辞退呢 对吧 我们能不能辞退 现在明摆着是不可能啊 他到点他都不下来 对吧 他为了继续连任 他还要修改宪法 冒这么大风险 他都干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公务员呢 是不管你让不让我当 我要强制的坐在那 这儿纯粹的瞎说 另外一个呢 现在呢 你看啊 他过个70岁的生日 哪个公务员有这么大的牌上呢 你看这个船 这个外边都在传说 现在把那个 这个北京的这个万寿寺 万寿寺我还挺熟的啊 就在那个紫竹院边上 在万寿寺呢 干什么从来没进去过 刚刚开放没多几头 现在呢 把这个万寿寺呢 这个据说啊 要领导人在内部要驻寿 这个是明清当中 这个明清两代著名的 大家就是这个皇上 皇家要在那个地方 办寿宴的地方 结果呢 特别巧啊 说这个6月14号和15号 两天闭馆 说就是特别特别的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 但是你想啊 这个大家关注也不是空穴来风 也可能是就是子虚乌有的 但是呢这个大家那么多人有关注 实际上就说明呢 大家对他呢还是有看法 另外呢你比如像到现在为止啊 我们在看到的啊 据说这个也是俄罗斯 普京和这个金正恩 都给这个习近平发了这个贺电 70岁嘛 这个大寿 对吧 然后呢说那个这个金正恩呢 还派那个驻韩大使叫李龙南 还给送了这个花篮 所以呢从这些角度啊 你可以看啊 是他肯定是想要大庆一下 至少这个他们管达的信息 然后呢另外呢 这个宋大礼的 包括像这个体育总局 或者是中国足协 对吧 他们就专门的要在6月15号 习近平过生日这一天 哎 然后请了这个阿根廷国家队 要跟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队 要搞一场友谊赛 嗯 对吧 因为习近平喜欢喜欢足球嘛 虽然这个中国足球 这个足球 现在男足出不了 出不了线 哎 但是呢至少能够看到 这个像梅西这样的 这个巨星最后呢 到中国来献议 对吧 所以呢像这些呢 确实啊 这个排场足够的 足够大 我估计 昨天呢 这个习近平过生日 肯定是喝了不少 又看了球 应该是蛮高兴的啊 祝席祝席生日快乐 但是呢 这个普通老百姓啊 现在呢 各方面的反应呢 不一 现在呢 一个呢 现在被追捧的啊 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在 梅西的这个 这场比赛当中啊 哎 结果突然出了一个花絮 当然我这个花絮带引号了 哎 一个球迷突然就跳出来了啊 跑到这个足球场上去给Macy一个大拥抱 然后门场好几个警察去追 结果重要的是啊 像这种事呢 在在国际的这种大赛当中啊 这个或者在里比赛不算大赛 但是那种比赛当中 这球迷呢 会出现一些滑稽的事情啊 会 就是司空见惯 哎 但是在中国呢 会一下引起了大家呢 很多人的热议啊 我看到了不少的评论 大家都说这个 这个花絮好 哎 这个花絮呢 给这个习主席的这个生日啊 添 所以大家都感觉到很happy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在6月15号 昨天啊 在网上呢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 这个很多人在追捧的一条 这个微博 是什么呢 就是在纪念 这个江爷爷 然后呢 这个底下的这个留言啊 都是想您了 我看了好多啊 写的都是想您了 所以这不是给 给习主席这个 这个生日呢 也是添堵 所以我想啊 这个虽然呢 刚才盛平的意思啊 说这个需要稳定 然后习主席什么都敢干 然后只有他大刀阔斧 对吧 但是呢 我觉得啊 现在其实 我不是需要稳定的时候 中国现在需要变革 实际上中国确实需要变革 需要真正走到了这个 民主法治的这个状态里后 然后呢 使得个人的这个权利 得到约束 然后呢 才能够提示广益 才能够有更多的 这个机会 然后呢 给老百姓一个 一个更好的生活 我先说这 和平怎么看 这个中宣部 在哪一个国家 在哪一个国家 哪一种体制之下 官场都是排马屁 总统也好 主席也好 皇帝也好 这都是官场的铁力 如果你在官场里面混 不配马屁 你就根本就不可能 拿到这个官职 跟专制和民职 没有关系 但是专制和民职 有一个东西 也是一样的 老百姓都恨 这个总统 都批评总统 都这个嘲笑领导人 但是西方的不同是 这些嘲笑和批评 可以变成文章 可以变成言论 可以在媒体上发表 中国不行 中国现在的新闻 控制到这种程度 不要说公开不能发表 你就是私底下 稍微有一点公开场合 你都会担心 你别拍视频 别拍这个录音 你要放到网上去就惨了 对吧 这是中国现在令人压抑的地方 至于老百姓讽刺一下 攻击一下 这个哪一个国家 其实领导人都是乐子 你在美国总统 那不就是被老百姓 所讽刺和批评的吗 被批评的最多了 对吧 关键的问题是 习近平政策到底怎么样 习近平的权力有没有被滥用 他是不是在把中国走向一个富裕的国家 公平的国家 强大的国家 还是把这个国家搞得更烂 更糟糕 那么怎么去严肃的看待习近平现在的这个执政 这种讨论就非常少 同时呢 还有一个语言是习近平的团队 实际是太糟糕 至少是他的宣权团队 每一年花那么多的金费 搞所谓的大外宣 实际上外宣 并没有真正把中国要做的事情 讲出来 而是假大空的宣传 更不用说现在的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那个是 我不知道还有谁去看他 除了李洪钦克兰 去看看新闻联播 我是已经几十年 没办法去看这些东西 就是说习近平到底在干什么 现在每一天 或者是每几天 有一个中国的外交部的 翻译人的这种讲话 外交部的翻译人 并没有真正的 阐释中国的政策 每一天好像是以西方为敌 以美国为敌 每一天像一个怨妇一样的 在发表这个讲话 中国采放了一个 面对全世界的 解释习近平 介绍习近平 你光只是出那些官僚的 这个拍马屁的 或者是那种知识性的 那种小房书 放在书店里面 那个领导干部可能会看 必须看 或者投资者必须看 但是老百姓并不清楚 所以我就建议呢 习近平应该找到 合适的机会 要么采取当年的 这个 罗斯福的罗宾谈话 来讲一讲 你到底是怎么讲的 要么呢 你就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 当时候的江泽民 当时候的朱英基 甚至包括郑小平 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 甚至也包括毛泽东 毛泽东当年在 一样的那一套 对吧 郑小平 文革之后 接受这个意大利的记者 法来去采访 朱英基 就跟不应说了 那江泽民 接受这个CBS的 60分钟实施 杂志的访问 这都是产生的 巨大的影响 现在的西方的记者 对中国遭到了 严重的打压 控制 他们没办法去准确 和专业的报道 中国问题 而中国领导人自己 又不出来讲话 所以对中国的很多的政策 先不要说批评还是赞扬 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并不是很清楚 如果真正仔细 就看看中国的问题 有一些东西 也不像我们讲的那么不堪 但是当然也不像 中国媒体 批评的那么美好 但是一个比较真实的 就是接近事实的中国 现在没有澄清出来 希望李舒蕾先生 现在上任已经几个月了 似乎还没有看到他的手笔 我的意思是说 增加我们对习近平的了解 和习近平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而不是流于一般的传言 一般的想象什么万什么事 或者是不是梅西 是不是周瘦 这个东西都是江湖上传一传 我们聊一聊可以 但是真正的东西是 习近平你是情务员也好 你是人民领袖也好 你是国家主席也好 你是什么什么总书记也好 你整治要有像一个人一样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能像一个神一样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 何看你还不是神 我看答案很简单 就找和平去帮忙一下 处理一下 你看李恒庆已经点头了 我只知道 你讲那么多答案 对你很清楚 对我就跟恒庆一起回去 一个搞经济一个生前 对吧 你去听李叔了 你去听李叔了也就好了 那李叔了早就把我干掉了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